取得胜利,李武宁也死如伏生 虽然,现在依然奸奸一息 但是大家听到小李子冒死到 现在还有喜 人人的神情很兴奋 于是,林晚宁就带着剩下来的五千将士 继续他们的草原精情 一路之上,林晚宁最担心的 还是李武宁现在的伤势 因为这次骑袖狗死一生 所以,胡不归挑选的 全部都是武艺过人,体质强壮的将士 唯独就不记得做一件事 就是带回一两个君子 再加上,在过缘崖爬成梭的时候 已经将过重的装备全部扔低了 除了干粮之外 连那些金创药常用的药品都很少带 现在李武宁身上插了八支箭 虽然箭拔了出来 又用金创药就止止了伤口流血 但是,那么重的伤势应该怎么知道呢 唉,林晚宁急得几乎整个人都乱 幸好这个时候,在身边还有个高游 高游虽然只是个武林高手 但是,对于人体的粤度 各个粤位的功效 都还算是适合一些 而且所谓医母同源 武功练得有差不多 今天医理应该也认识多少 穴盘大穴各种一支 然后,右边勒骨和左胸天池穴也各种一支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 他主要是因为左胸天池穴受了重重 所以,气冲、关门、鱼筋、气户 至下而上的经脈就受了压迫 气血不强 跟着,就使得后路的天池、封虎、百贵三个大穴 气血滞塞 那么造成,那些鱼血堆积在树难于清醒 所以,按我推断,不大致助空 而且,在下腹丹团那树 也有块鱼血堆积 搞得他在下腹肚臍以下 汇阴以上之处 疼痛难当 所以,要治疗此种下腹的鱼血肿痛 应该以藏红花为弱忍 再加上蜂蜜、隔紧、初谷、长痛、经脈 哇,那个高尤和大家讲解李武林的伤势 动作瀟灑、手势顺陈 又讲得口水花瓶瓶 如果不清楚的 还以为他是什么医学院的高手院士 不过,虽然,高大哥门口的那些专业术语 这阵是说过月委那阵 讲得经脈,讲得高深莫测 听到胡不归是满头大汗 但林满荣越听越觉得 哎呀,几乎冷汗都要飙出来 那就是,喂喂喂喂,什么下腹肚瓷以下 会阴以上藤痛难当,又要用藏红花为药忍 虽然我就不是医生而已 不得听你这样分析小李子这个伤势 还有那些医法 为什么说得 比他说得好像 跟女人痛经的症状 一模一样 哎呀 老高呀老高 难道 你以前开武馆 看副科的 高大哥 你说得简单些 行不行啊 你不如直接说 小李子现在 为什么心中在那里跳 但是始终还写不到呢 即 哎呀 以我行走江湖 救死扶伤的经验来看 小李子身上的 词虽然抛了出来 但是 他经验受到 衣裳的血压制迫 所以通行不畅 所以就 高大哥 你是不是想说 小李子 他胸口的神经 受到压迫 搞得大脑 攻血不足 所以 这样就醒不回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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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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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林兄弟 哎呀 哎呀 真是猜不到啊 哈哈哈哈 林兄弟你实在太有才华了 原来跟我一样 都是杏林高手 这么高深的学问 我说了这么多句话 你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 厉害 厉害呀 你一发 你敢封我做高手 哎呀 喂 你那些高手 实在太廉价了吧 哎 林满荣打起身 呸 狠狠地扭得口水 人家黄鹿医生 起码都近这磅 我看你 直接是整个狗头医生 挂住狗头 卖的都不知道什么肉 胡不归 这个时候 大概都觉得有点不妥了 拉着老高 小小声问 喂喂喂 啊 高大哥啊 请问 你以前医好过多少病人啊 咦 老 你敢说 就是不信我了 我老高行走江湖 二十几年 凡是当我手上的病人 除了医死那些 剩下的那些 全部都好了 啊 啊 胡不归听完这句话 哎 真是心都凉了 这个时候 离开他们撤退的 巴言浩德 已经是走了两个时辰 天 也都漸漸光 四个战士 抬着李武宁的担架 走得小心翼翼 整班战士 自发地 把李武宁的补围在中间 为他遮风挡雨 在这五千位仗士当中 武功呢 不用说 肯定是高游排第一 本来想着医务相通 高游的武功既然这么厉害 想着医人应该有点本事吧 谁知呢 他原来那些本事只有一个讲字而已 啰啰嗦嗦说了大半日 从不够林晚宁一句说话 就将李武宁的伤势讲得够清楚 唉 看怕 他平时 本来应该料理研医术的时间 都全部被他消耗了 在那些技仔清流里面 现在李武宁受了这么重的伤 数完全军五千人 偏偏就只有这个高游 这个九头医生 还讲到多少道理出来 唉 望着眉上对眼 面色苍白的小李子 林晚宁不敢苦笑 见到林晚宁这样的笑容 高游都很难得 面上红了红 有点尴尬地笑着 兄弟你放心 小李子他福大命大 去到鬼门关口了 他都可以抹翻三次眼 一定就不会有事的 林晚宁自己揣摩 照这样看法 李武宁一定是因为左胸中展 所以一条神经受到巨大的压迫 这样才搞到血流不通畅 呼吸困难 然后就因为攻血不足 引发他深度温迷 如果在现代社会 在医院里面 如果有医生 跟他做一个凶康的手术 那当然可以挽救了 但是现在 在这个茫茫大草原之上 虽然 握箭刀的人有五千多只手 但是偏偏 但是偏偏 握手术刀的人 就没有一个 哎 高大哥 以你这么看 怎么才可以使得小李子 身体内的血脈通畅 一听到林满荣 居然都可以讲得似层层 都算是个杏林高手 高游就不敢再乱吹牛皮了 小心翼翼地说 呃 外伤 那就不再讲了 我已经和小李子 用了最好的禁藏药 防止他伤口贵难 但是身体内的伤势 想控制就不是那么容易 要内治 外肤 通血 化瘀 还有比较好的药草帮助 小李子这个时候 心跳好弱 全家的一口血气 在那里支撑 如果不及时久的话 恐怕 真的会再有危险 你这么说话 等于没说 谁不知道 李武林现在的呼吸 很散弱 啊 只但是 茫茫草原 去哪里找些好药材啊 众人一下子 大家都不出声 他们的心情沉重到 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 本来 李武林死而复生 带给大家都不知 多么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但是如果 如果复生地看着他 又再次死去 这样 他带来的痛苦和失望 一定会是对所有人 都有一个致命的打击 药材 去哪里才找到药呢 林晚宁想到 皱着眉头 突然间 报 前边一技码飞奔而来 这个负责政策的戚后 一下子惊醒了 本来在沉默着的林晚宁 品告将军 前边四十里 发现突路人中职 什么话 林晚宁听得不那么大启惊 虽然他一早知道 只要离开了巴言浩德 随时都有可能 跟突路人再次发生遭遇 但是 他怎么都想不到 只不过过了几个时辰 突路人会这么快出现 而且距离自己 只有几十里 胡不归也很诧异 是哪里来的骑兵 有多少人 品告将军 不是突路骑兵 而是突路人的商队 总数 不会超过三四百人 突路人商队 林晚宁定一定神 哎呀 好啊 如果是商队 那你一定有药材 胡不归听 你也反应过来了 啊 没错没错 那些突路商人 每次去中原 肯定带些茶叶 丝绸 和药材回来的 这些啊 简直就是突路商人 带回来的必备品 嘿嘿 那你云小理智 又够了 林晚宁晚上一揮手 命令前面所有车后 隐蔽行踪 随时监视这类商队举动 没有我命令 哪个都不准轻举妄动 得令 他轻后马上众马而去 胡不归这下呢 本来皱实的眉头 全部书展开了 哎呀 金云影真 旧汉逢金路 想什么就有什么啊 哈哈 突路商队 在我们带华 从来都不会空手而回的 一定带上很多 尚好药材 林晚宁 是镇定很多 他想着想 胡大哥 你有没有想到过 在这个兵方怕乱的时候 怎么会有一支 突路人的商队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胡不归都不是蠢人 听到不禁吃就惊 翔云 你的意思是 恐怕其中有诈 有没有诈 我不敢乱想 只不过 他们出现的时间地点 是不是太过巧合呢 首先 距离巴言浩德这么近 又刚刚 在我们旗习巴言浩德之后 被他一提醒 胡不归都觉得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太过巧呢 只但 如果这个是突路人的诡计 那又是太过巧合的 一者 从时间上来看 奇习巴言浩德的消息 应该刚刚才传到突路人的耳朵里面 他们根本没可能 在这个之前 就已经派了一对商队出来的 难道 他们一早就知道 有只大华孤军会深入大草原 所以 那又派出这个商队 在草原上等着这支军队 另外 找一些商队来引诱他们 似乎都没有这样的必要 如果突路人真的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但可以派出大古的骑兵 前来追找他们 派一支这样的商队 那算是什么意思呢 湖北归疑惑的地方 林晚宏也都想到 这个同样也是他想不明白的地方 难道 真的又那么合适得那么巧 突路人的商队 一直都没出声的高游 忽然担高头一拍大比 哎呀 林兄弟会不会是那个人了 林晚宏见他说得那么神秘 听得真是一头雾水 高大哥 哪个人啊 你到底讲哪个呢 嘿嘿嘿 兄弟你不记得了吗 是兴兴虎遇到那个啊 你呀 还试过人家的现知味道 月牙尔 林晚宏听得吃了惊 哎呀 真是难为我们老高 什么时间啊 还挂着那个突炉美女 再讲啊 那个月牙尔 他品的欲家 吹的正是那件欲家乐器 所以在他吹咒口里 留下了多少口红 自己吹的时候呢 这样才叫他添加他的胭脂 哪天你说得那么不堪啊 高又好正 还点头 我想最有可能 林兄弟你想想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见到那个突炉相对 只有这一对而已 你说不是那个突炉美女 还有谁啊 哈哈哈哈 林晚宏听得吓吓大笑 来往大华和突炉的商队 没有一百的就几十了 你凭什么断定 你知就是那个月牙尔所在的商队呢 哎呀 看来我们老高 不抢回突炉女人 肯定是誓不罢休的了 掌军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你知相对 我们到底抢还是不抢啊 看下担架上面 你没有灵分得那么软的样子 为了小李子 我们哪里得选 也要去前面看看吧 于是 三个人飞奔一程 远远 就见到草丛之中 自己这边 穿上了藝装的 那几个戚侯精探兵的身影 林晚宏马上一跃而下 来到他几个人身边 怎么样 那对商队过来没有 商队还在云里之外 过一阵 他们就在这处经过的了 林晚宏点了点头 三个人 就和几个戚侯一起潜伏下来 这个时候 正是草原的早晨 那些露珠 濕透细衣服 冰寒的感觉 真是使你感到 连骨髓都好像冻了一样 过了一阵 噔噔噔 月耳的陀铃声 慢慢响起 有三十几匹的进马 慢慢地跑过来 进入了众人的视线 骑在马上的突炉商人 个个身上都穿着突炉人的长袍 腰间掛着配刀 蓝色的眼珠里面 闪着光阳 他们大声地又说又笑 又灾又灾地 一路前行 一点都不知道 前边就有危险 在马队中间 有几十架大车 看这些车 那些车的咳咳声响 那些驼马 背脊都乱了 嗯嗯 看来 这些大车里面 一定是装了不少的货物 咦 喂 怎么不见那个月牙尔美女呢 高游就不正在林晚荣身边 那对眼就滴来滴去 月牙尔这个名 本来就是林晚荣 跟那个突炉女子起的 怎么知道高游 现在讲得不知 多么信口 一点都不见外 他四周围 售来售去 见到全部 整支商队 都是那些 生了糊涂的突炉男人 总是不见到一个女人的身影 更加不要说 那个美如天生的月牙尔了 当同整个人 就不知多么失望 林晚荣少少 月牙尔不是这支车队更好 如果不是 一会儿一动手 看到个突炉小美人 路上都不知杀他 不杀他好 眼见这支车队 已经进入了攻击范围了 他点了点头 正要落命令 点了这个时候 当当当当当 一阵的马蹄联铃声响 在马队群中 突然间跑出一匹 神晋的青色马仔 那条马颈那里 挂着个很精致的铃铛 所以那些当当声响得都不知多么宽快 马上的骑士 头上戴着一顶金黄色的小尖帽 身上穿着黑边红底的金丝沙裙 双脚既收场又有力 身形我拿 众马如飞 面上面蒙着那层薄纱时起时落 晶瑩的肌肤 在淡淡的晨光之中 闪耀着美丽的金色 她的双眼 潤如清水 又带着一丝 深足的淡淡色 微笑之间 她嘴角的 轻轻向上笑起 真好似 天边一弯 最美丽的月牙 月牙 咦 林晚明看得不那么一外 哎呀 真是想不到 被个老高讲中了 天 你又知道 就是月牙而所在的突路人相对 难道 世间的事 真是有这么巧的 一望见月牙而 我拿多姿的身形 高游就看到 口水都几乎流出来 哎呀 林兄弟 怎么了 你说 是我老高神机妙算呢 哎呀 我看她怎么都走不掉 我看她的首掌审 咯 呼呼 好